反而你有跟那个Jasper聊过这个问题吗 她本来跟我说她有哥哥 我说我帮不了你 后来说她有姐姐 我说这我本人也帮不了你 后来她说 我说那你要个妹妹好不好 我就因为我不想去主动跟她讲这个事情 我怕她会有那种防备心 但是我其实我内心已经在计划了 我就说那我给你个妹妹好不好 嗯 我说为什么 她说那个谁家的妹妹 就老抢玩具 她们都是以抢玩具为这个 这个很严重的这个事情 抢玩具很严重 后来她突然有一天想明白了 因为我不给她再买玩具了 我说你玩具太毒了 你看她有一天在我床头说 妈咪 我觉得我可以准备一个新孩子了 为什么 因为你会买玩具给她 我说你这算得不错 那我现在就顺着她走 我说对 我说你很聪明 女的你也有厨房 就厨房也可以玩 男的车车你也可以玩 你非常的聪明 然后我就 就先把她 就先把她搞定再说 所以这个你就觉得她做好饲养准备了 她至少她不排斥 你给她找了一个理由 就我怀着你自己说可以的 你说可以的 这是她惯用的一套系列 对 这是你说的 你说的 那么现在弄不掉了 亮亮姐就 会她会 魔童会有主动提过这个问题吗 有提过 看到同学有弟弟的 就回来跟我说 我要弟弟 然后看到人家妹妹的 我有妹妹这样 我说好吧 那个时候我们真的有经历过的 有努力过的 但是可能年龄的问题吧 最后不成功 我也跟她讨论过这个问题 我说那都还好吧 我说如果你只有你一个 但还好我妹妹有一个儿子 所以他们是表哥的那种 差十个月 那还蛮好的 但是还是会有分别的 因为不是轻松地 我觉得给大家几个具体的建议吧 第一个父母一定要接受 一定 父母一定要接受 最开始一定会有排斥期 第二呢 关键词叫做变化 你需要告诉孩子 当一个新的生命来到家里之后 会有什么变化 比如说 爸妈妈妈的时间少了 比如说 当然你的玩具可能会多 就好的坏的都要告诉他